很感謝出來的朋友 這次我和劉翁來到這個雪梨 全是因為大家的熱誠和支持 因為過去那兩年 我和翁敏都收到不少網民的要求 包括我們在香港 澳洲的朋友回到香港見到我們 或者在Facebook 在電台的節目 也有很多澳洲的朋友 經常都提出 我們整天去美加 似乎澳樓的朋友 完全好像遺忘了 所以我們今年就得起心肝 一定要來澳樓 等到大家一個機會見一面 其實今年也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份 剛剛就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我和翁敏在今年年初 我們都去過美加 即是就生態革命 即是民間和香港的發展 做了一些演講和討論 特別去到多倫多我們都很感動的 因為在多倫多那次的研討會 有超過二百人出席 令我們覺得香港的民主運動 即是不只是單單我們幾個人 即是在香港搞研討會都沒有二百人 是吧 去到多倫多二百人出席 是一個令人很恐怖 那這次來到算來呢 可以說是 現在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因為如果我記憶沒錯呢 就是九七後就一定是了 九七前我理解呢 是從某一個政治團體呢 是故意來到這個藍半球 即是在一邊呢 和一些團體見面的 那支聯會 九七前都去過 九七後都去過 那奧紐我都覺得支聯會 都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即是來一邊 那我們為什麼要來奧紐呢 因為第一就是 奧紐真的有不少香港的移民 來的那些事情 那很多朋友也都很支持 就是我們爭取這個民主的工作 那因為 就是爭取 就是爭取這個民主 香港是特別困難的 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我整天就形容 好像關門打仔那樣 就是這個回歸之後呢 我們看到整個政治氣候 是越來越嚴峻的 而那個空間呢 是越來越壓縮的 那這個一回歸 這個中年董建華就 重新引入這個區議會的委任制 2000年的時候就殺了兩個市政局 那跟著呢就多次的釋法 而也都這個通訊 這個接政通訊條例呢 它通過進一步 就是美老權這個政府呢 是侵犯這個個人的自由 那你都看到 就是很多的發展呢 最近這個補選的那個修訂呢 是進一步令到香港自民的 已有既有的民主的投票權力呢 是進一步被這個剝斷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發展呢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這個情況呢 是越來越嚴峻 我就用沉淪那個自民的香港 香港當然是逐步沉淪 那麼 很多人說 你香港人 在這個共產黨管治之下 你都多難有民主 那這個又不是完全錯的 就是我自己的評估就是 中國有民主 可能香港才會有民主 但是香港那個角色地位 是很重要的 那因為 就是香港那個的 言論的自由 和那個的網絡的自由 是很重要的 我記得今年在1月1號 就是香港的 就是右派的政團 在紅樓 就是當年蘇中山搞革命的地方呢 舉辦了一個升旗儀式 那當時我就講了一個論述呢 我就說 這個一百年前搞這個革命呢 是要靠這個起義 靠這個武裝起義 但是 現代搞這個革命呢 是要網絡革命 就是我們一定要透過這個網絡的訊息呢 是傳遞到神州大地 每一個角落 也都世界 就是每一個支持民主的朋友 特別是 就是香港支持民主的朋友呢 是能夠關注香港的發展 和內地的發展 透過這個網絡的接觸呢 信息的傳遞呢 人民的意識就會覺醒 因為我們感受很深的呢 我們去到美加 和那些網民開會討論很多問題呢 不要說他們熟過很多香港人 有些人還熟過我 就是因為 就是有些網上的節目 我不是經常看的嘛 是吧 就是比如網上某些的節目 我沒有看的呢 那些網民說起來呢 真是好像他親身在現場 這個聽到一樣 有些在紐約 有些在多倫多 有些在溫哥華 是吧 還有我感受很深的就是 我記得我第一次和他動文 去卡格里的時候呢 有一對年輕夫婦 都是三十多歲 兩個都專業人士來的 剛剛移民了去卡格里 都是幾年持假 那他有一句跟我說 他就說大家記得 一定要抽時間做網上節目 他說你們的節目 就是我們精神的成員 就是我很感動的 因為離開香港 就是整個八九千里 是吧 就是在這個卡格里 一個風光如畫的地方 當然冬天冷一點點 但是來這個 Nick Lewis一個多小時的車 在這個洛杉基山脈之下 就是那個風景是世界之最 都覺得我們的節目 和香港的聲音對他們重視 所以我們在香港 和在現時我們的工作呢 我覺得我們要做好我們的基本 在香港做好基本的工作 和聯絡海外的朋友呢 令到大家多些了解 和知道的近況 那有一些的情況 就不方便在網上講的 譬如我和一文 在今年聯絡 故意去一次美加呢 就是將這個 社民的發展 和有些內部的問題呢 和他們當面直接解釋 因為過去有些是很支持我們的 就是有一些朋友 在選舉期間呢 其實是數字萬計的嘉賓 我們覺得我們欠他們很多的解釋 所以如果待會在戰會期間 大家有一些的問題 在心裏面 就是想想 就是都聽我們解釋 和了解多些少的 我們很願意 他不給我在那個位置上 就是大家盡數心中情 有些什麼疑問啊 有些什麼的意見 就是每天都跟我們說 那我們這次來 就是衝心感激大家的接待 那我們 我和柳翁呢 是先頭部隊來的 那我很希望 和毓敏 和老蕭呢 就是有時間呢 就一定要來 因為就是 如果毓敏和老蕭來呢 我相信整個場都包了 所以就是我們初步見立 見立這個活動 老蕭呢 一個原則的 坐飛機 不要超過十個小時 所以 來澳洲就剛剛好 是吧 他經常說 去溫哥華 整個十二個小時 很辛苦 所以來澳洲就剛剛好 是吧 所以就是 我們會盡量安排 我和柳翁說 就說 我們來了 就是 做了個先頭部隊 那些網民呢 就一定要你去的了 是吧 所以看看聖誕他會不會來到 聖誕到吧 不要聖誕了 不要聖誕了 不要聖誕 聖誕好嗎 聖誕好嗎 是吧 復活節啦 復活節最好 復活節最好了 這個會再做了 所以 就是我們 這一次來就 我會主要主要主要說新來革命 那些研討會 劉潤就會講這個人民力量片 就開講這個人民力量組織的發展 那 就是希望透過這個接觸 大家多些了解我們的近況 那 也都繼續支持 香港的民主運動的工作 還有多些支持人民力量的工作 謝謝大家 謝謝